HITGO最大咖 馬上就來請出我們的HITGO最大咖 歡迎愛依良 嗨 小艾妳好 兩年了齁 來帶來最新的專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張專輯叫做 吹之活著 水瓶流戀者 其實他的歌名來自於Forever Young裡面的一句歌詞 剛好也是這兩年的一個小小的 也不算結論 都是自己的一個感觸吧 一個感想 一個感覺 所以妳真的是很擅長把妳的生活寫進到歌曲裡頭 我想可能是一個誤打誤撞 突發煉告 Forever Young其實他在曲區裡 我們把它排在最後一首 但是我們卻是第一波主打 我覺得有些事情 這麼深愛一個人 然後對自己的期待等等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們應該先說 今天是這個專輯 然後有一些歌是妳自己過去曾經要丟給別人 但是後來沒有被收錄 對 所以拿回來妳自己唱 包括Forever Young 對 包括一整頁 對 結果是第一頁 第二頁 對 所以Forever Young妳之前寫給誰唱 寫給Julia姐彭佳慧 彭佳慧想給他唱 他沒有收 然後呢 這個一整頁是寫給誰唱 寫給美姐 張惠妹 後來她也沒有唱 妳也拿回來自己唱 對 我跟你講 最新消息指出 這兩個人都在家裡面堆心瓜 所以這一次這個 我們要在這個歲末年中 發片之餘呢 給大家一些小小的幸運 好 所以我們這個製作了一個很大型的幸運餅乾 Fortune Cookie 那這個很大的幸運餅乾是我們特製的 裡面會有這個愛姨良 收錄在專輯裡面的一些愛語錄 蠻有人生哲理的 希望這個大家在不同的時刻 來 左手邊 來 左手邊 看到這個愛語錄的一些創作詞句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動 敲開幸運餅乾 來 我用掰的嗎 可以可以可以把它掰開 喔 OKOK 來了來了來了 禮物在裡面 來 謝謝 來 餅乾我們收走 等一下是我的晚餐 好 來 看一下愛語錄 裡面看一下 我看一下 要跟大家分享 要分享 來 裡面寫的是 最專注的時刻 把世界縮到 只剩下自己的雙眼 與他的視角 因為 悄悄話 只和珍惜的人說 我覺得這個蠻甜的耶 第一視角 第一視角 對 第一視角 好像世界只剩下你跟我 有點浪漫 那你怎麼是那夜沒有跟那個 男人一起過 可是我 我凝視著我狗的雙眼很久 昨天 因為很久的時間 沒有跟家人和狗狗相處 對 所以就好好的 放了個聖誕架 然後帶狗狗去玩 對 所以今天也希望呢 這個 暗姨倆我們再透過你的神奇雙手 來傳遞另外一些訊息 好 今天我們不上美術課 我們來上書法課 來 好 好 迎新49 到了我的年紀了 那我要先跟段媒體 大哥大姐報告一下 怎麼樣 我書法真的是當年 美術課裡面最 最爛的 對 太好了各位 我們就喜歡看那個 低空飛過的歌后的弱頂 所以阿姨倆要挑戰這個 書法課的課題是 你要為這個2019年的自己 寫一個中文字 然後給自己一個期許 你要寫什麼字 我寫這個 期許 給自己的和給大家的 好 謝謝謝謝 感覺有模有樣的耶 阿姨聊 好厲害喔 我要好好的 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大功告成 來 給大家看一下妳的作品 等一下我再撲一撲 又撲 很在意有沒有很在意 有沒有完美對不對 Candy 在這一筆是好 有有有 有有有有 有啦有啦有啦 喔水 對不起啦 好來 這個不是正統的 先秀一下 我們把桌子先收一下 然後讓這個愛姨倆解釋一下 來 我們把麥克風給妳 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含義 它是快樂的樂 然後我把L O V E融在裡面 大家有看到在哪裡嗎 有耶 就是L O V E 樂 為什麼寫什麼字 很想讓自己勇敢的去愛 就像Family要唱的那樣 因為不要怕 然後快樂真的講起來容易 做起來真的不容易 我希望我每一年都在進步 讓自己 由衷的快樂 非常好 有愛 有樂 而且還可以寫音音樂的樂 因為對妳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 最後還是要麻煩這個愛姨倆 跟大家再說一下 因為 再來就跨年了嘛 明年就迎接新的年度 然後呢有什麼樣的活動啊 或是什麼樣的期許 有什麼願望 我是那種看到人 我忍不住就會開始講 逃逃不覺會畫圈的那種 但是我講出來的話 可能沒有什麼很精緻的草稿 但是都會是發自對自己生活 或者是對人 對愛的人的感覺 現在其實對我來說 唱歌不再是漂亮的表演 對 它可能更多了一層意義 是我要傳達什麼樣的訊息給大家 對我開始有非常非常深的 這樣的念頭 使命怎麼動 有一些些 也不敢說使命 但是 我在想 什麼樣子的 對怎麼樣子的訊息 對大家來說是 他們願意聽的 聽了之後會有些想法的 對 然後 大概就這些 OK 這個很簡短的一段話 但是我覺得是很誠懇 很真實的愛姨倆 也希望你這次這個新專輯 給大家很多不一樣的感動 好 愛祝福你今年越來越好 明年越來越順利囉 謝謝愛姨倆 謝謝大家